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表达自己高兴的心情 今天她还给新郎新娘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有请穿今天的主角新郎新娘 闪亮登场 好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现在穿着这件服装呢 就是我们乌克兰喜庆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会穿的 我们今天就像一这样的形式 说其实乌克兰和中国 很亲密的关系 在乌克兰 每逢喜庆的日子 人们就有穿这种传统服饰的习俗 也我和妻子身上的这套服装 就是妈妈特地为他们准备的 远在乌克兰 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到场的父亲 也拍摄了祝福视频 一场跨国情侣的婚礼 把中国和乌克兰两家人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 然而在热闹的婚礼上 野果和家人期待的一位重要客人 却还没有出现 如果在婚礼上还能见到我师父 这也是我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野果的师父是著名相声演员丁广泉 前不久丁老师病了 那么这位重量级嘉宾 今天还能否出现在野果的婚礼上呢 野果出生在乌克兰的卢干斯克州 因为对中国中药感兴趣 学习银罕翻译专业的他 大三时候便主动申请 作为交换生来中国留学 如今在中国已生活十年 可能真的缘分安排的 就恰好中国这个环境 对我这个外国人 就是非常的 就融合得非常的 恰好的一个这样的点 2016年 野果在一次朋友组织的话剧演出中 遇到了若曦 并产生了追求对方的想法 感觉这个姑娘正好 很难得 然后又爱艺术 就那种爱表演 又不自夸 感觉特别的好 当时恰逢电影 北京遇上西雅图2热映 野果被影片中男主人公 匿名给女主人公写信的浪漫情节所打动 决定仿效里面的做法 就像教授一样 我就是不留性 不留名 就给他写一份 就是那种支持者的这样的信 然后寄出去之后 再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不太对见 我知道一件事 然后我想不告诉你 我想什么事 你赶紧给我讲 你不是要黑黑地支持我 他一说出来那两个字 我就 No way 写错了 本来我写 是默默地支持你 结果给他写的是 亲爱的 我会黑黑地支持你 第一次浪漫的表白 闹出了乌龙 但让野果感到意外的是 若曦还是因为这封信 喜欢上了他 觉得他是一个 很开朗的男生 然后也很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聊天 了解别人的生活 是一个对生活比较有热情的 赢得女友认可容易 赢得丈母娘认可 可不是个简单的事 而岳母来北京探望她们时 偶然发生了一件小事 让野果瞬间赢得了老人家的欢心 我就说 哇 你没这个电视机 看到这个收到什么电视剧了呢 你说这个 我们能不能收 第二天他给我买了一个小米人的盒子 他教我怎么装 我们回家 现在我们在家里 在徐州那个家里 我就看到小米盒子 随意看到他就很想到他 很无意当中的话 他能不能做到 所以这个就很感动我 反正我是知道 这个要搞定一个姑娘 就应该从丈母娘下手 然后赶紧就给她做一件 他喜欢的事情 但这个感情也不是说 我就好像是骗过来似的 我确实很喜欢他们 星期天 我到郊区 就捡了一个郭郭 跟郭郭他俩吹牛皮 这个郭郭说 我在南山 一口就吃了一只斑了虎 这个郭郭说 我在北山 一口就吃了两头大叫驴 这里是椰果在北京 枣营南里租住的家 每天早上 他都会早起来练习基本功 鸡啊 鸭啊 猫啊 狗啊 一块儿水里有啊 牛啊 羊啊 马啊 驴啊 一块儿进鸡窝啊 这个东西呢必须要经常练 师父也是让我们天天练声 包括有肚子 作为师父比较看重的学生 老师平时对椰果要求比较严格 他也会告诉我他的日常工作 距离结婚还有一周的时间了 但椰果并没有放下他喜爱的工作 在练习完基本功之后 椰果从北京出发 乘高铁去天津上班了 2014年7月 椰果的家乡乌克兰东部 发生战火危机 让原本打算毕业后 立刻回国的椰果 被迫留了下来 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啊 它是一个战区 虽然现在呢就平静多了 当时就开始打炮啊 然后战争啊 然后他们就开始 就是面临真的很危险的情况了 45分钟的车程 很快就到了 基本上就是六点出门 六点半到天津 就是北京站 然后再买票 再过来天津 在中国打拼 有时难免会很辛苦 但椰果一直很努力 穿着年轻 露气袖子来看 在北京 就很多人 第一个问题就是 买房子了吗 虽然我心里知道 其实这些房子 车子 也没有那么的重要 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幸福 但是说心里话 当然希望会有一个自己的一块地 别说这外国人是不希望啊 无所谓 租一辈子房子 没那事 椰果目前是天津卫视某节目的主持人 今天他有一个重要的外彩工作要做 借死我的地盘 稍作打理 与往常一样 椰果很快就出现在单位楼下的咖啡厅 一会儿要到一个狗狗悬美比赛现场做采访 出发前 他要再次处理下采访内容 爱人蓝雪达 短脚长身 我先看一遍大概标准的答案 我基本就已经知道 可以问到哪方面的东西 而如今 椰果如此重视 每次节目录制前的准备工作 是因为曾经吃过大亏 师傅也跟我讲 你背稿子 你不能只背 只背你的词 包括你知道对方要说什么 那我呢 没有这么做 当时呢 我就收到消息啊 你主持人今天不来了 我得自己主持啊 一条 我说错了 二条 我说错了 本来应该完成一个小时内的节目 我们录了将近三个小时 老天不好意思 我再也不骄傲了 三二一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 好多天 早上十点三十分 椰果和他的同事们 准时到达拍摄地点 开始了今天一天的节目录制 是他会分品种来比赛的 狗都有一个国际标准的 比方说他的毛色什么样子 他应该是多高啊 这样子 椰果这次来采访的狗狗悬眉比赛 是中国种犬职业超级连赛 这是目前国内纯种犬爱好者 交流的最大平台 这是后台化妆间 乖乖 给妈妈吃下胃啊 体型适当 行动协调 毛色漂亮 是赛场上考量狗狗的重要标准 为了一会儿能让自家的狗狗拔得头筹 狗狗的主人们早就忙着给他们装扮起来 好 开始了 好 老师 那我问一下这个狗的品种叫准确的 松狮 松狮啊 对 我感觉他的毛啊就是特别的蓬松啊 是不是库里啊特别不容易啊 你看没有 他是双层背毛 他有底绒的 嗯 这个是他的背毛出来了 刚刚出来 你摸摸手摸摸 很粗粗 的确是哈 你说这边的毛就比较软 对 所以他漂亮在什么 他的一身的毛发 而且冬天是冷 你抱着他 对对对 你喜欢我们摄像 摄像歌吗 这边 喜欢吗 喜欢我 行吗 这个味道可以吗 行吗 这个味道可以吗 认识了 与最初的漫不经心不同 野果如今非常认真地对待每一次节目录制 我不能 哦 是 那这个狗好吗 行 随便您讲 不可能 我肯定要精神 我要让它知道 我是很喜欢它狗 我特别想知道这些东西 所以它一看 你特别有兴趣 它会讲出来那些 它觉得好玩的 如果它觉得好玩 我会觉得好玩 观众会觉得好玩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 拜拜 非常好玩 愿意去过今天 因为之前功课做的足 今天的采访很顺利 野果现在 事业发展的可谓是顺风顺水 但是他始终明白 这些很多方面都得益于师傅平日里的教导 野果与师傅相识于2010年一次汉语大赛上 现场野果的出色表现 引起了当时作为评委老师丁广泉的关注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从汉班当中举办的汉语桥 他是一个获奖的演员 很好很好的一个孩子 汉语代表我的心 我唱的汉语代表我的心 他蛮喜欢的 当时我就跑过来 说丁广 丁老师 我跟您牵手吧 然后呢 他说行 没问题 没问题 好好好 打我们这个快乐课堂 然后跟我一起学习 然后去到他上课的地方 就真的是很震撼 快乐课堂 是丁广泉老师专门为外国弟子 在高校免费开设的学习班 课堂上 他在向这些羊徒弟们 讲授相声艺术 推广汉语的同时 也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来自世界各地的 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 都可以来学习 虽然老师主打的是相声的 但是他主要会教我们 中国传统的文化 比如说呢 上课的时候 丁老师给我讲这个旅句 有一部圣仙书 双手疯拿 他就拿着那本书啊 那本册子啊 然后这样 他那眼神啊 他那种姿态啊 有一部圣仙书 双手疯拿 我感觉他每一个小戏 都特别好 觉得哇 真的是很有内涵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从天津回到北京 已经是棒棒 辛苦了一天的椰果 并没有立即回家 而是直接去参加 一个重要的活动 椰果参加了这个活动 名为 新国戏喜剧之夜 是为红梁传统文化 给喜欢相声的朋友 免费设置的 内部体验专场 同时也是给年轻演员 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 台下坐的高棚满座 圣友如云 都是我们亲爱的朋友 有的是带人 带着家人来的 有的是带着女朋友来的 还有人是带着别人的女朋友来的 未来的女朋友 但是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呢 不是女朋友 最重要的也不是相声 我们两个人是主持 差不多 演出开始了 虽说是个小型的内部演出 但是椰果也尽头十足 表现得十分认真 一定得让我身边的这位帅哥 自我介绍一下 来吧 好 掌声 什么意思呢 你好 你好 可以你别看我这老外脸 我其实特别喜欢中国文化 是吗 对对对 所以过来陪碰唱 太好了 是 你就说人家给我发了工资 我拿水钱管理 我不用管理 你怎么不用管理 我都给我媳妇来 你这觉悟着高啊 上交呢 就在前台表演的十分热烈时 椰果在后台也忙活起来 为了给今天的活动增加点新鲜感 椰果偷偷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 准备好了 我一会儿给大家就表演一个旅剧的一个借亲的那么一段 通过多年跟老师的学习 椰果已深深爱上了中国文化 每当遇到合适的机会 他特别愿意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所学 一会儿他要给观众表演的 就是平时跟师傅学习的旅剧《马大宝喝醉酒》 《马大宝喝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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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 我知道 这一句我给你专门唱吧 面倒让女儿看过了不喜欢 怎么样 好谢谢 感谢叶果儿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个特别的惊喜 当然这个 上次表演不是很完美 回家再练练 甜点头准备下一个节目介绍 尽管揣摩了好久 叶果还是不太满意自己刚刚的表现 因为他一直都把师父的盯住放在心上 在心底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拜师的时候老师也会送礼 那么他给我们送的是书法作品 他送给我的是这个怀宝待遇 他就说你怀代表什么 你真得努力来怀这个东西 宝他不是随便所有的东西都是宝 你得真的是挑选最有用的东西 最珍贵的东西来下功夫把他们背下来 才是宝待遇 可能现在你还没有成功 不要着急 慢慢的来先怀 找到宝最后会有余 在大家的笑声中 今天的活动圆满结束了 此时耶果已经迫不及待地期待婚礼上见到师父时 向师父汇报今晚的情况了 拜拜拜拜 我特别喜欢跟他在一起待着 有空我就到他家那边有一个小工作室 然后能跟他聊 他以前会做家具 我就当他的小帮手 哎呀心里也特别的开心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 像传统中国电影的画面一样 就是那个师父 然后呢徒弟就 他让干点什么 我就干点什么 然后就从这个师父身上还能学很多东西 师父是耶果在婚礼上邀请的重要嘉宾 尽管非常希望师父能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但是师父最近身体不是很好 他能如期来参加耶果的婚礼吗 他很早以前呢都跟我说了 特别怕我来不了 还有三天就要举办婚礼了 今天丁老师快乐课堂上几个要好同学 要来家里祝贺 一大早也过边和若曦去采购 买点水果 差不多 乌克兰过大年 他是乌克兰的 所以呢他说乌克兰过大年 我们俩就这样 天天就这样去过来叫的 乌克兰 乌克兰 什么意思啊 刚才说的 他说这个是多少钱 我说五块钱 住的久了 耶果和邻居们都很熟络 还是蛮喜欢我那住的地方 跟别人越好 你整个环境就会变得特别的好 就感觉真的是回家了 家不是那个多少平米的房子 家就是会说俄语的那水果的那个人 家就是旁边坐的那老太太在那 跟你说 哎 来了 这是朋友们第一次来到耶果的新居 一进门便迫不及待地参观了起来 我的名字叫野果 我在中国特别火 什么 那叫什么 你变烦 我是来自乌克兰 乌克兰 过大年 我演完了 您给钱 聊到高兴处 朋友们还来了段急性表演 趁着大伙切磋的空档 若西来到厨房为大家准备午餐 她是位演员 但对美食也很有研究 这次她和耶果卯足了劲 想为大家做顿大餐 好喽 太好吃 太好吃 哇 我们有份量肉啊 好吃 丰盛的午餐做好了 大伙迫不及待地想一饱口福 我都这个饼 它其实是西班牙的 但是因为我有粥可能 我也没吃过这个 过关了 享受完了美味的大餐 按照老规矩 大家要分别表演节目 切磋才艺 作为主人 耶果被率先要求表演 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是梦都也想不起 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想 才想起同桌的你 谁去了都冲想干净 虽说是被率先要求表演 但耶果却很乐于做这个表率 他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 中国不仅是给了我一个可以成长的这样的平台 他给了我很多 比如说你回到乌克兰很安静 就是上班有上班啊 没有上班 中国 你知道那边有个项目需要什么东西 你知道那边还创业了 你知道那朋友看了一个影播室还需要这个人 那个人 我就觉得中国就是 哇 真是 到处都是集会啊 全国各地 包括全世界的朋友 我都在这边能教 今天是耶果正式举办婚礼的日子 耶果一直在期待着师父的到来 而师父会如约出现在他的婚礼上吗 依次举行的拜师仪式 但是他来就很早了 而耶果不知道的是 此时师父已在赶来的路上了 我们之间的 这个师徒之间的关系呢 一直是越来越密切 所以你想这么大喜的日子 我哪能不来啊 来到婚礼现场 师父立即发挥长辈的作用 帮助耶果张罗了起来 中国人讲嘛 师徒如素子 一头去到地 那么就是建成了一种 素子之间的关系 耶果的亲爸爸没来 但是呢 中国的爸爸来了 来了 所以我在这里呢 也祝贺他们 同时呢 带着他的父亲 也感谢我们今天在来的嘉宾 我们欢迎你 白帮之中 来到这里 我们大家 欢迎在一起 我们在三个朋友 伴侍不一 让我们学习 跳了 统统统统统 什么呀 生活更美丽 老师的到来 让耶果今天 本来就幸福满满的心 感到更加温暖了 中国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带到世界各地 什么地方 没问题 你大将给介绍到什么地方去 欧洲亚洲 非洲美洲 大洋洲 东亚南亚西亚东南亚 韩国朝鲜 蒙古日本院的缅甸 老挝 新加坡 菲律宾 西亚 蒙加拉 亚明利亚 斯里兰卡 日本圣上传到出电话 什么 世界 梦里那天 能见到我师父 已经很直了 我感觉特别的温暖